猎女的品行是那样纯美,而她们的事迹在典籍里却少有记载。 光武中兴以后,综合非凡女子的事迹,著述猎女传。 马后、邓后、梁后在皇后记里已经有记载,梁亦、李姬附录在家族传记。 这些贤淑女子在猎女传里不再重复。 其余优秀女子,凡有沟上品行者无需有一技之长,接收录在猎女传。 渤海军人鲍轩的妻子是桓氏的女儿,资嫂军。 鲍轩是嫂军父亲的学生,嫂军的父亲看到鲍轩生活辛苦,学习去异常勤犯。 诗经尚书特别强调女德的重要。 譬如,宫中的行淑嫔妃,竭力相助国君,家中的聪慧妇人使得家业兴旺。 高尚女子弘扬清纯之方,贞洁女子坚守清白之操。 把女儿嫁给抱轩为妻,还陪送女儿许多嫁妆。 抱轩看到这么多嫁妆,心里并不高兴。 对妻子讲,少君生来富贵,熟悉华美的服饰,而我过惯了清苦生活。 不敢接受这份厚礼。 妻子答,父亲大人以夫君勤修品行,独守诚信,让贱妾来服侍夫君。 既然嫁与夫君,为夫君致命侍从抱轩笑了,说能这样才符合我的心意于世。 妻子说是起华美的服饰,送走扑衣,穿上短衣,与抱轩一起拉着路车。 回到抱轩的家乡,拜见婆婆礼弼。 妻子提着水瓮出去挤水,在家里谨守妇道,收到乡邻们好评。 在西汉哀帝朝,抱轩官至私立校尉。 儿子抱勇,在光武中兴初年担任鲁郡太守。 抱勇的儿子抱玉在闲暇时,曾经问奶奶少君,太夫人还记得当年拉着路车。 回到家乡时的情景吗? 少君答,我的婆母有言,存不忘王,安不忘威,我岂敢忘记。 抱勇,抱玉的事迹,在前面传记里有记载。 太原巨人王霸的妻子不知道是谁的女儿。 年轻时,王霸立下志向,光武年间,朝廷多次征兆,王霸不肯出事。 王霸的事迹在一名列传有记载。 王霸的妻子品行纯美。 最初,王霸与同巨人令狐子伯结为好友。 后来,子伯担任楚国相,子伯的儿子担任巡府公曹。 子伯丽儿子带着书信来见王霸,车马随从,雍容华贵。 当时,王霸的儿子还在乡里种田,听说客人来了,丢下农具,回到家里招待客人。 看见令狐的儿子如此阔绰,面露残涩,不敢仰视。 王霸注意到儿子的神情,心中颇有愧意。 客人走后,王霸卧床不起。 妻子责怪王霸,问他为何不起床。 刚开始,王霸还不肯讲,妻子以为是在责怪自己,向王霸道歉。 王霸这才说,我与子伯素来志向不同,今天看到他的儿子,穿着华丽的服饰,举手投足,莫不由理。 而我的儿子,蓬头垢面,牙齿稀疏,不懂得礼节,见到客人,面露残涩。 父子之间,骨肉至亲,心中不免感到教子无方,妻子答,夫君从少年起,就注重品行修养。 情操高尚,不羡慕高官厚禄。 如今,紫薄的富贵,与夫君的德行相比,哪个更珍贵? 为何忘记平生夙愿,自财儿女不如他人? 王霸听了,遂起床笑道,你说得对。 从此,王霸下定决心,终身不出世为官。 广汉巨人僵尸的妻子,是同巨人庞胜的女儿。 僵尸对母亲很孝顺,妻子侍奉婆婆也很恭顺。 母亲喜欢饮用僵水,而汲取僵水要走六七里路,妻子逆流而上,到江边汲取僵水。 有一次,遇上刮大风,不能及时返回,母亲渴了,僵尸为此事责怪妻子,把妻子送回娘家。 妻子没有走,寄居在邻居家,每天早晚,仿杀织布,换钱买来真凶美味,托邻居的母亲送给婆婆吃。 时间久了,婆婆很奇怪,问邻家母亲。 邻家母亲将实情告诉婆婆,婆婆深受感动,让儿子把媳妇接回家。 妻子回家后,对婆婆悉心奉养。 再后来,僵尸的儿子走了很远,到江边汲水,不幸落入水中溺死。 妻子担心婆婆哀伤,不敢告诉婆婆,扬称儿子出外求学,不在家。 婆婆喜欢吃生鱼块,又不愿意一个人独食,夫妇尽力做好生鱼块,喊来邻家母亲一起吃。 江市家的旁边有一天突然冒出泉水,泉水犹如江水,每天早晨,从泉水里涌出两条鲤鱼。 夫妇二人烹制鲤鱼,让母亲和邻家母亲佐餐。 后来,赤梅君的散兵经过僵尸家居住的理想,匆匆走过,不敢冒犯。 他们说,惊扰大笑之人,必定触怒鬼神当时,正碰上饥荒年,赤梅君走时,还为僵尸留下米肉。 僵尸接受米肉,随后埋在地下,邻居家也没有遭难。 明帝永平三年,朝廷查举笑脸。 明帝下诏,大笑之人入朝,凡被举荐者一律听后评判,僵尸被举荐为笑脸,与其他笑脸一起受败为郎中。 不久,僵尸担任江阳县令,在任上去世有政绩,乡里人为僵尸修建此庙。 佩俊仁周玉的妻子是同居人赵孝的女儿,自阿在家中从小接受礼教,谨奉礼仪,笃行复道。 周玉轻狂浮躁,娇淫自私,品行恶劣。 周玉的父亲对儿媳赵阿讲,心腹是贤者的女儿,应该以道德纠正丈夫的过错。 周玉不能改过,这是心腹的责任赵阿跪拜寿命,退下后对身边人讲, 我没有楚国烦鸡,为国为鸡的德行,因此受到公共责备。 我的话不起作用,公共一定会以为我违背了家里的教令,责任在我。 我的话如果起了作用,则是儿子违背负命,一味听从妻子,责任在丈夫。 既然左右为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自杀。 大家对赵阿的死,莫不感到哀伤。 幼腐疯人曹世书的妻子,是同居人颁标的女儿,明昭。 自会班,又名班机,学位渊博,有才女之称。 曹世书去世得早,班昭坚守节操,做事情紧守法度。 班昭的哥哥班固,祝汉书,书中有八表,吉天丸志。 尚未完成,班固不幸去世。 何帝照命班昭在东关的藏书阁,完成哥哥未敬的事业。 何帝多次在宫中召见班昭,召令皇后及宫中嫔妃。 拜班昭为老师,班昭被世人称为曹大家。 每当有远方向朝廷贡献义务,何帝就会下召,令曹大家创作辞送。 即至邓太后临朝称制,班昭在宫中参与正事。 由于班昭常出入宫廷,邓太后特别赐予班昭的儿子曹成爵关内侯。 后来曹成官至齐国相。 当时汉书已经出来,很多人在阅读时依然有困难,很多词难以读通。 童俊人马荣在东关藏书阁接受班昭指导。 邓太后下诏,让马荣的哥哥马絮配合班昭,完成汉书八表及天文制的撰写。 涌出年间,邓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志的母亲去世,因为要为母亲扶桑,上书祈求辞去官职。 太后没有答应,就此事照问班昭。 班昭尚书答问,皇太后陛下,功身剑行圣的之美,龙兴唐瑶,于顺之杖。 开辟四门,昭贤纳士,听取狂夫之剑言,搜集乔夫之意见,有四聪广纳剑言之美誉。 妾班昭姓已于朽,身处盛名之士,敢不披肝力胆,以浅漏之许时,向太后奉上绵薄。 妾听说,有谦让之风者,得莫大焉。 三分五点,即称颂千让之风,神灵也会降下服幼。 在往昔,伯夷,书旗,让国,天下人称其为品德高尚。 周太伯未让出祭祀之位,离开兵地,孔子称其有三让之礼。 先生以实际行动,昭贤美德,垂饭于后世。 论语讲,以礼让之礼国家,从政者还有何困难由此来看,推崇千让之风,其影响深远。 如今,四位皇舅秉持忠孝,率身迁退。 太后认为,边垂尚未安宁,不回四位皇舅的奏请,以后有纤细过失,则会抹去皇舅的谦让美德。 妾担心,皇舅的谦让之名,会因此而被埋没。 想到这些,妾故感冒死罪,见现于义。 自知于义不足以采纳,仅依次表达重以支持成。 太后看了奏书,批准邓志的奏请。 邓志等人返回家乡。 半朝著述女界欺骗,以此端正女子修身养性。 内容如下,笔人愚昧不够聪明,蒙受新君宠爱, 新赖母亲教会,年方十四,嫁与曹家,服侍夫君, 于今已有四十余年。 笔人常战战兢兢,担心会遭受羞弃或受辱, 致使父母为之蒙羞,为家族带来负累。 笔人素心业媚,早晚屈劳勤力,虽然辛苦,不敢告老, 而进而后终获解脱。 笔人生性于玩,疏漏,教导子女无方, 常担心儿子曹谷有父圣朝。 如今朝廷圣恩叠家,赐予儿子金印, 子寿时非笔人数级所感期盼, 儿子已经能够自谋生计, 前途有望,笔人无需再为此而忧虑。 但仍然担心,女儿已经到了出嫁年龄, 如果母亲没有给予及时教导, 使得女儿不懂得复礼, 一旦踏入夫家,做下施礼之事, 不容于人,将会令家族蒙羞。 我如今疾病缠身,性命无常, 心中常挂念此事,不胜惆怅。 在此期间,我助女戒七章, 愿女儿各抄写一遍,或许会有所避意, 愿女儿借此修身。 从此以后,疑似免之, 卑弱第一在古代, 生下女儿三日,要放在床下, 让女儿玩弄瓦砖,仿锤, 摘戒后,警告祖宗。 放在床下,以表明女儿卑弱, 处于下人之位, 让女儿玩弄瓦砖, 以表明要熟悉仿杀织布, 取劳于家务。 摘戒后,警告先君, 以表明今后在夫家负责祭祀。 这三点,一般来讲, 是女人需遵循的常道, 是礼法对女子的明训。 女子要切让有礼, 恭敬待人,要先人后己, 有善行不要争鸣, 有苦事不要推辞。 在夫家,要学会寒垢忍辱, 常有畏惧之心。 这是女子作为悲弱下人, 应具有的品行。 晚上休息要晚, 早晨起床要早, 切勿忌惮素兴叶媚, 勤劳持家, 对家中的事物不可年轻怕重。 所要完成的家务, 一定要有事有终, 诸事要亲力亲为, 这叫做执勤。 女儿要正色做人, 注重品貌, 操守, 服侍夫君时, 要清静自律, 切勿嬉戏打闹, 开一些无谓的玩笑。 在祭祀时, 酒是要捷径, 以供奉祖宗享用, 这叫做负责祭祀。 这三点做到了, 贤淑不会不为外人所知, 受到凌辱, 甚至羞气, 还从未听说过。 三点皆做得不好, 名声在外, 距离蒙受羞辱, 甚至羞气就不远了。 夫妇第二, 夫妇知道, 乃阴阳相配之礼, 此礼通达神明, 符合天地红意, 人伦大节。 礼经强调男女婚配, 实经描绘官居之意, 由此来看, 不能不重视。 夫君不嫌, 无以统御妻子, 妻子不嫌, 无以服侍夫君。 夫君不能统御妻子, 则夫君的威仪尽尸, 妻子不能服侍夫君, 则家庭的毅力尽毁。 此二者道理相通, 观察今日君子都知道, 对待妻子不能统御, 夫君的威仪无以整肃, 因此, 对儿子这方面的教导, 非常重视。 从经书的训绩来看, 在家中以夫君为主, 妻子如果不能服侍夫君, 礼仪仍然不够完备, 只懂得教导男儿, 而忘记教导女儿, 这样的家教仍然有所缺失。 李济讲, 孩子八岁读书学习, 十五岁完成小学教育, 怎能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精神第三, 阴阳属性不同, 男女有别。 阳以刚为德, 阴以柔为用, 男以强为贵, 女以弱为贤。 名言讲, 生男如狼, 有孔其太柔弱。 生女如鼠, 有孔其汉如虎, 女儿修身养性, 莫贵于礼静。 戒除强悍, 莫贵于顺从。 礼静, 顺从之道, 实乃妇人之大礼。 礼静并非其他, 在于持之以恒。 顺从并非其他, 在于宽容忍让。 能够持之以恒, 即可知足常乐, 能够宽容忍让, 即可恭顺接受。 夫妇之间融洽, 终身不离不弃。 在家中周旋, 不免会有些言语举语, 生活中有矛盾, 纠纷, 说话不免会有些出格。 说话出格, 就会有交纵自私的情况出现。 交纵自私, 妻子伍曼夫君之事, 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这些问题, 都是由于妻子不知焰足而引起。 家务之事, 或有屈职, 夫妻讲话, 或有是非。 礼职则不能不争, 逝取则不能不送。 争送之计, 就会有激愤之时。 这些都是不能宽容忍让的结果。 妻子伍曼夫君仍然不懂得克制, 虽有谴责呵斥之声相随, 积分的情绪难以平息, 接下来就会有踏处之事发生。 作为夫妇, 应该一意为先和睦亲爱。 夫妇之恩, 应该以好和为贵, 如果以踏处相待, 还有何一理可言。 谴责呵斥之声不举于耳, 还有何恩义可谈。 恩义俱费, 夫妇就该分手了。 复刑第四, 女友四种品德, 一约复德, 二约复言, 三约复容, 四约复功。 所谓复德, 不一定要才艺出众。 所谓复言, 不一定要伶牙俐齿, 所谓复容, 不一定要滋容娇美。 所谓复功, 不一定要女功卓绝。 作为女子, 贤淑雅静, 坚守真操, 服饰整洁, 行事懂得廉耻, 动静皆有法度, 这就是复德。 说话时, 要懂得如何选择用词, 不能恶语伤人, 在何时该讲何样的话, 才不会令人生厌, 这就是复言。 在家里灌洗, 清扫尘垢, 服饰整洁, 暗示沐浴, 身体洁净, 这就是复容。 专心仿计, 不开无谓的玩笑, 整理酒时, 用以招待宾客, 这就是复工。 这四项, 是女子应该具备的大德, 作为主妇, 不可或缺。 努力去做, 也很容易在于流心而已, 古人讲, 人远忽灾。 我一行人, 人就到了就是这个意思。 专心第五, 按照理, 夫君有在取之意, 妇人无在嫁之理, 所以说, 夫君就是妇人的天。 天故不可以逃脱, 夫君岂可以分离。 行为为逆神奇, 上天就会惩罚, 礼意有所亏欠, 夫君就会轻视。 女仙讲, 得益于一人,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失益于一人, 这也是一辈子的事情, 由此来看, 不可以不倾心爱夫君。 然而, 以心换心, 为求得夫君的真心, 绝不是以所谓 羡慕讨好 来换取夫君的真心, 需专心致志 来换得真情。 再理一方面, 要洁身自好, 而无邪听, 目无邪事, 出门不可妖颜打扮, 在家不可捧头垢面, 不与同伴长时间聚会, 不以门法贵贱看清外人, 这就是所谓的专心政策。 如果举止轻薄, 喜欢风言风语地议论他人, 在家中不顾形象, 蓬头垢面, 出门时扭泥作态, 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关注一些不应关注之事, 这就是不能专心政策。 取从第六, 得益于一人,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深益于一人, 这也是一辈子的事情。 强调爱人, 需要专心致志, 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对于夫君的父母, 岂能漠然是知。 世上有以恩, 而抛弃者, 也有以义而抛弃者。 夫君说爱我, 公公婆婆却讨厌我, 这就是以义而遭到抛弃。 对公公婆婆的态度, 怎样做才行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学会顺从。 婆婆说不是这样, 是那样, 只能听从。 婆婆挑剔, 说着不对, 只能顺命。 不能违逆婆婆, 一恶言恶语相向, 非要争个是非屈指, 这就不是顺从。 女献讲, 妇人应答, 犹如山谷回音, 这样做媳妇, 没有不被人称赞的和姝妹弟妻, 妇人得益于夫君, 是由于公婆喜欢。 公婆喜欢儿媳, 也有小叔、 小姑的赞誉。 由此而言, 儿媳在婆家受到毁誉, 其中一项, 来自小叔、 小姑、 小叔、 小姑的毁誉, 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很多婆媳间出问题, 就是因为不重视与小叔、 小姑的关系, 与小叔、 小姑搞好关系, 这其中的意义很大。 人非圣人, 熟能无过, 言缘贵于之所能改, 孔子称赞言缘不犯二过, 更何况富人。 尽管有贤女子的品行, 贤惠聪明, 这方面的认识有吗? 一个家庭和睦相处, 毁谤不会发生, 无论内外, 一旦矛盾重重, 就会恶名远扬, 这是必然之理。 一经讲, 二人同心, 其力断尽, 同心之言, 芬芳如蓝, 嫂子与小姑的关系, 要做到相互体谅。 相互尊重, 虽然不是嫡妻, 然而一理相通。 如果以贤书千和相待, 严守一理, 就能够情意读好。 以恩义相待, 遇到困难, 就会相互帮助。 美德, 异形彰显, 瑕疵小过, 就很容易被掩饰, 公婆爱怜, 夫君赞美, 赞礼礼间, 声誉传扬开来。 父母脸上也会有光, 愚蠢无知之人, 如果以嫂子之尊, 托明自大, 小姑以娇宠, 蛮横无礼回敬。 家中充满争执, 哪里还有和睦可言? 恩义荡然无存, 哪里还有美玉可谈? 美玉荡然无存, 即使是小过, 也会被张扬。 婆婆生气, 夫君怨怒, 毁玉之声遍布内外, 各种耻辱, 分之他来, 既为父母带来耻辱, 也增加丈夫的烦恼。 所以说, 谨奉修养, 也是爱护名誉的大事。 能不重视吗? 要求小叔, 小姑诚心相待, 莫过于谦逊, 温慎。 谦逊是德之饼, 温慎是父之行。 掌握这两点, 家庭就很容易和睦。 诗经讲, 在他处没有恶行, 在此处没有烦恼, 就是这个意思。 玛容读了女戒, 大为赞赏, 令妻子, 女儿认真诵读。 班昭的小姑曹丰生, 贤惠有才气,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与嫂子班昭变难, 内容可观。 班昭七十余岁去世, 皇太后肃福哀悼, 派使者监护班昭的丧事。 班昭生前住宿的父, 宋, 明, 磊, 问, 著, 挨子, 书, 论, 上书, 一令, 共计十六篇。 儿媳丁氏为班昭编辑成书, 写作序言, 还写了一篇曹大家赞。 河南郡人岳阳子的妻子, 不知道是谁的女儿。 有一次, 岳阳子赶路, 在途中捡到一块他任一尸的筋饼, 带回家交给妻子。 妻子说, 窃听说, 这是不引到权之水, 连着不受接来之时, 更何况谋取小力, 见识他人的筋子, 这是在自污名声。 岳阳子听了, 很惭愧, 有件金饼切于野外。 后来, 岳阳子离家, 出外拜师学习, 一年后返回, 妻子跪在地上问丈夫, 为何中途返回。 岳阳子答, 长久在外, 思念妻子, 并非有其他想法, 妻子拿起刀子, 走向织布机, 说, 这机上的眷博, 出自于残茧, 乘之于基柱, 日积月累, 这才一寸一寸, 累计成尺, 最终成杖, 成疲。 如果就此割断, 眷博失去前功, 也荒废了岁月。 夫子拜师求学, 应该每天有所长进, 不断温故知心, 才能够成就学问, 美德。 如果中途而废, 回到家中, 这与割断织机上的丝线, 又有何区别? 岳阳子听罢, 很受感动, 重新返回老师处, 继续学业, 七年时间没有回家, 妻子在家中操持家务, 伺候婆婆还为岳阳子 寄去生活用品。 有一次, 邻居家的鸡误入岳阳子的菜园, 婆婆将鸡捉住, 杀了吃肉。 妻子对着鸡肉, 不肯下块, 流下眼泪。 婆婆奇怪, 为儿媳为何要这样做? 妻子答爱上家中贫穷, 使得婆婆吃人家的鸡肉, 婆婆听罢, 面露蚕色, 碎丢弃这只煮熟的鸡。 后来, 有盗贼欲侮辱岳阳子的妻子, 先挤持岳阳子的母亲。 妻子听到响声, 操刀而出, 盗贼说, 把刀放下, 乖乖地跟我走, 否则, 我就杀掉你的婆婆妻子仰天长叹, 举刀文静而死。 盗贼也没有杀害岳阳子的母亲。 郡太守听说此事, 追捕盗贼, 杀了盗贼, 赐予岳阳子家坚驳。 作为丧葬费, 以礼安葬岳阳子的妻子, 号称真义。 汉中俊陈文静的妻子, 是童俊仁礼法的姐姐, 自沐江, 生有两个男孩儿。 陈文静的前妻, 留下四个儿子。 文静曾经担任安重县令, 在任上去世。 前妻的四个儿子想, 自己不是后母所生, 内心对后母很抵触, 憎恨的心情日积月累。 而沐江对他们依然关怀慈爱, 像陈文静生前一样抚养他们, 衣食供应甚至超过此前。 有人对后母讲, 这四个妻子非常不孝, 为何不让他们另居? 借此远离他们。 沐江答, 我正要以义来引导, 使他们变得善良起来, 极致前妻的长子成兴患重病, 卧床不起, 后母心存侧隐, 关怀备治, 亲自调理医药, 膳食, 恩情甚毒。 成兴患病很久, 终于痊愈, 叫来三个弟弟。 成兴说, 禁母仁慈, 禀父出于天性。 我们兄弟不懂得恩养, 以禽兽之心对待继母。 继母恩神义众, 此前我们做得太过分了。 随后, 成兴带着三个弟弟来到南正县监狱, 告诉县令后母仁后, 痛回此前对后母不敬, 祈求县令以刑法治罪。 县令将此事禀报郡府, 郡太守上表起奏朝廷, 表彰穆江的善行, 捐除穆江家的摇曳, 又送回四个儿子, 允许他们改过自信。 此后, 后母的殉岛愈加言明, 最终四个儿子皆成为粮食。 牧江享年八十余岁, 临终前告诫儿子们, 我的弟弟伯渡, 是一位智慧通达世人。 他所倡导的伯葬, 其一里深远。 而且, 临终前留下一言, 符合圣贤之法。 我希望你们遵从我的遗愿, 施行博葬, 不要屈从于世俗, 增加我的不得, 儿子们遵奉母亲的教导。 校女曹娥会积聚尚于县人。 父亲曹须, 善于弹琴唱歌, 是一位乌柱。 顺帝汉二年五月五日, 在流经县界的大江中, 曹须迎着波涛起伏的江水, 婆娑起舞迎接水神。 不幸溺死, 连尸孩都没有找到。 当年, 曹娥十四岁, 沿江哭号, 为父亲招魂, 昼夜不息, 过了十七日, 曹娥头肩而死。 环帝原家元年, 现长度上将曹娥改葬在江南的道路旁, 为坟墓立碑。 无限许生的妻子, 是吕氏的女儿, 自容。 年轻时, 许生是一个赌徒, 品行恶劣。 绿荣嫁进家后, 操持家务, 凤养婆婆多次劝说许生琴修学问。 努力向善, 每当许生犯下过错, 有不善的行为, 就会痛哭流涕, 加以规劝。 吕荣的父亲看着女婿不争气, 义愤填膺, 欲把女儿接回家, 让女儿改嫁。 吕荣叹息道, 这也是命理注定, 按照一礼, 嫁出去的女儿, 不能存有二心。 最终留在婆家, 不肯再回到娘家。 从此以后, 许生发奋努力, 出门拜师求学, 后来, 学业有成, 被本周征召, 担任官吏, 上任时, 许生途经寿春县, 不幸被贼人杀害。 周部刺食饮药, 捕获贼人。 吕荣迎接丈夫的灵鹫, 回家安葬, 听说贼人已经落网, 所以来到周府, 请求为丈夫报仇。 刺食饮药, 答应了吕荣的请求, 吕荣亲手斩下贼人的头颅, 祭奠亡灵。 后来, 巨献遭遇贼寇祸乱, 贼寇欲强击吕荣, 吕荣翻过墙园逃走, 贼寇拔刀赶上吕荣, 强迫道, 从我则生, 不从我则死。 吕荣答, 谨奉一礼, 绝不能以清白之身, 忍受贼寇侮辱。 贼寇杀了吕荣, 这一天, 暴风骤雨, 变闪雷鸣, 贼寇惶恐, 跪在地上叩头谢罪, 又并列安葬了吕荣。 汝南巨人圆奎的妻子, 是又扶封马荣的女儿, 自伦。 袁奎的事迹在传记里有记载, 马伦从小就有变才, 马荣家族世代是大族, 家庭富有, 马伦出嫁的嫁妆非常丰厚。 婚礼完毕, 袁奎问妻子, 妇人的职责不过是操持家务, 为何带来这么多嫁妆? 妻子答双亲垂爱, 不敢违逆父母之命, 君如果仰慕暴轩, 梁红高益, 且已愿意追随少君, 孟光, 服侍夫君袁奎又万, 弟弟先与哥哥生下儿子, 担心被世人嘲笑, 如今你的姐姐尚未嫁人, 你先与姐姐出嫁, 这样行吗? 妻子答, 妻的姐姐行义高远, 尚未遇上合适人选, 不思妾这样浅漏, 随意凑合即可, 袁奎再问, 南郡君徐时渊博, 在文学方面堪为辞宗, 担任险要职务, 却因为收受他人财物, 遭人饥访, 这又是为何? 妻子答, 孔子是大圣人, 尚且遭受鲁国大夫武叔的诽谤, 此路是大邪人, 仍然会遭受公伯寮的诬告, 家军遭人毁育, 这又有何奇怪? 袁奎默然无语, 始终问不到妻子, 帐外的人聆听夫妻二人对话, 安慰袁奎感到惭愧, 此后袁奎逐渐显贵, 马伦也很有名气, 想年六世余岁, 去世, 马伦的妹妹马芝也很有才学, 她很小时, 父亲去世, 长大后追思亲人, 助身情妇, 以寄托爱思, 九泉郡人旁渔的母亲, 是赵氏的女儿, 子娥, 赵娥父亲被同线人杀害, 有兄弟三人, 此前因病去世, 仇人暗自高兴, 以为无人再敢报仇, 赵娥心怀仇恨, 暗中准备兵器, 躲在围车里, 等候仇家, 十余年不能得手, 后来, 赵娥在兜体狱上仇家, 当场自杀仇人, 而后, 赵娥到县衙自首, 复仇一报, 情愿扶法授禄陆服县长尹家, 感念赵娥有一行, 欲赦免赵娥, 解下应授, 准备一起逃走, 赵娥不肯走, 说, 为父亲报仇, 深受刑路, 且甘心情愿, 审理案件, 决断刑御, 这是君的责任, 切其敢让君变通刑法, 苟且偷生, 后来, 遇上朝廷大赦, 得以免死, 周骏上表朝廷, 赞驴向树立牌匾, 表彰赵娥的一行, 太常召唤赞叹, 愧送术博以表达敬意, 配线刘长青的妻子, 是同居人桓鸾的女儿, 桓鸾的事迹, 在传记里有记载, 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儿, 长到五岁, 刘长青去世, 妻子为防止他人猜疑, 不肯再回娘家, 儿子长到十五岁, 又不幸夭折, 妻子担心有人劝其改嫁, 于是将耳朵割下, 以此蒙事不再嫁人, 祖里的妇人可怜她, 大家劝说, 婆嫁并无逼嫁之意, 即使有逼嫁之意, 还可以通过姑子妹, 以表达诚意, 为何为了一礼, 要这样倾健身体, 妻子断然回答, 再往昔, 我的父亲担任朝廷武庚, 学问堪为如宗, 被尊为帝师, 父亲担任武庚以来, 家风沐浴, 世代不绝, 难以忠孝阳明, 女以甄顺称道, 亲吾辱媚祖宗, 要勤修德行, 妾才以这样极端的手段, 表明态度佩国相王级, 上奏朝廷, 讲述寡妇的高行, 赞驴像树立牌匾, 上写行义还离, 县令在祭祀时, 同时称送寡妇真书, 安定县皇甫归的妻子, 不知道是谁的女儿, 最初皇甫归的结发妻子去世, 又续娶后妻, 后妻善于写文章, 草书很好, 时常为皇甫归写应答书信, 众人对后妻的草书非常欣赏, 极致皇甫归去世, 妻子依然年轻, 美貌, 董卓担任相国, 看重他的名气, 用豪华车辆一百成作为聘礼, 再加上巨马二十匹, 奴婢, 勤不无数, 前来聘取, 皇甫归的妻子穿着简陋的服饰, 来到董卓府邸, 跪在地上, 陈述对王夫的感情, 言辞妻妾动人, 董卓让家奴, 适者手持利刃, 将其团团围住, 威胁道, 孤的威严, 可以令四海之内沃尔生畏, 难道不能降服一位妇人, 他知道忠不免于一死, 于是挺身而立, 怒斥董卓, 骂道, 你不过是一个枪胡杂种, 祸害天下, 还嫌不够吗? 妾的仙人, 品行高尚, 家风世代相传, 妾的夫君, 皇甫君皆有文武之才, 是汉室忠臣, 你的父亲, 不过是皇甫君跟前奔走伺候的小丽, 怎敢对皇甫君的夫人施以非礼? 董卓将其倚入庭院, 将头套在车缘上, 用鞭子抄打, 他对行刑的人讲, 为何不打得再重些? 让我快些见到我的丈夫, 最后死在车下, 后人为其画出图像, 称其为李宗, 南洋巨人殷余的妻子, 是影川巨人寻爽的女儿, 名字叫巡彩, 自女巡, 巡彩聪慧, 兼有才艺, 17岁时, 巡彩嫁与殷余为妻, 19岁时, 巡彩生下一个女儿, 殷余去世, 当时, 巡彩依然年轻, 美貌, 体态风雨, 巡彩担心被娘家人逼迫改嫁, 自我防范很严, 后来, 童巨人郭毅死了妻子, 巡爽将巡彩重新许配给郭毅, 先诈称自己有病, 病得很重, 召巡彩回家, 不得已, 巡彩回到娘家探视父亲, 在父亲面前拔出刀来盲事, 不再嫁人, 巡爽另闭与夺下女儿的利刃, 强迫女儿坐上车子, 还担心女儿情绪过激, 防备慎言, 女儿到了郭毅家, 洋装有欣喜之色, 对身边人讲, 我原本立志与一与同学而葬, 受不了父亲逼迫, 所以来到此地, 为达成所愿, 如何是好, 巡彩命令婢女, 立起四根灯柱, 盛装打扮后, 请郭毅进来相见, 二人交谈, 巡彩言辞甚见, 郭毅对巡彩不免有敬畏之意, 也不敢相逼, 直至曙光出路, 才走出屋子, 巡彩吩咐身边人, 洗浴准备一番, 而后, 巡彩走入内室, 关上门窗, 让服侍的婢女全部离开, 巡彩用粉在门扇上输血, 死后诗骸与英语合葬, 因字还未写完, 担心有人进来, 遂解下一代, 自业而死, 最初, 身边的人并未在意, 急至推门一看, 巡彩已经身死弃绝, 当时人知道此事者, 莫不为之哀伤, 兼为军人圣道的妻子, 是同军人肇事的女儿, 自院江, 现帝建安五年, 一周大乱, 圣道聚众起兵, 兵败, 夫妻被捕, 应当领受死刑, 院江夜里对圣道讲, 法律有规定, 不会再有生的希望, 军可以迅速逃走, 重力一门户, 妾留在狱中, 代替军承担罪责, 当时圣道不肯接受妻子的请求, 院江解开圣道的刑具, 为圣道准备好衣食, 儿子圣祥年仅五岁, 妻子让圣道带着儿子一起走, 院江代替丈夫职业, 过了一个晚上对外应答如流, 院江此度丈夫已经走远, 这才将实情告诉官吏, 随后被杀, 朝廷大赦天下, 圣道父子回到家里, 圣道感谢妻子有恩义, 终身不再续娶, 孝女舒仙雄兼为军人, 父亲舒泥和顺帝永建初年, 在县衙担任公草, 县长派遣舒泥和带着公文, 白夜巴骏太守, 舒泥和乘船不慎坠入江中, 被湍急的江水卷走, 连尸体也没有找到, 舒仙雄非常哀伤, 日夜哭号, 不想再活, 常有投江资金的想法, 舒仙雄身有一男一女, 极有几岁大, 舒仙雄为儿女各自制作一个袋子, 里边盛着珠环等物件, 系在孩子身上, 口里念叨着绝别之词, 家里人担心会有意外, 被家提防, 唯恐他寻了短见, 过了一百余天, 才稍微有些松懈, 舒仙雄乘机乘坐一条小船, 来到父亲坠江的地方痛哭, 随后投江而死, 弟弟舒贤, 当天夜里梦见姐姐托梦, 我去后六日, 与父亲一起浮出江面, 到了这一天, 弟弟果然看到姐姐和父亲相互扶持, 从江水中浮出水面, 郡县为此上表朝廷, 为舒仙雄树立碑刻表彰, 还刻画出图像, 陈留郡人董寺的妻子, 是童郡人蔡庸的女儿, 明眼, 自文姬, 文姬博学, 才华横溢, 兼通音律, 最初, 文姬嫁给河东郡人魏仲道, 丈夫去世, 没有留下子嗣, 文姬回到父亲家, 现帝兴平年间, 天下大乱, 文姬被匈奴骑兵掳获, 后改嫁男匈奴左贤王, 在匈奴生活12年, 生下两个儿子, 曹操过去与蔡庸的关系甚好, 哀叹蔡庸没有留下后嗣, 于是派遣使者, 用重金, 预避赎回蔡文姬, 后来又亲自做主, 令文姬改嫁董寺, 董寺担任屯田都尉, 因为犯法被判处死刑, 文姬来到曹操的官邸, 为丈夫求情, 朝中的公亲名士, 以及远方来的使者坐满亭堂, 曹操对客人们讲, 蔡不介的女儿就在外边, 今天为出军引荐随后, 曹操秘人引文姬进来, 当时文姬旁头垢面, 光着双脚, 跪在亭堂上向曹操叩头请罪, 口齿清晰, 阴色精烈, 哀怨欺楚, 令人目不忍睹, 在作者莫不为之动容, 曹操说, 确实值得同情, 然而, 文姬已经压赴刑场, 这该怎么办? 文姬答, 明宫有两马万匹, 虎视成群, 岂在乎一匹两马, 令人追还文姬, 救回垂死之人。 曹操被深深感动, 于是下令追回董寺, 赦免其罪, 当时天气严寒, 曹操赐予文姬头巾鞋袜, 曹操问文姬, 听说夫人家中曾收藏很多古术典籍, 都还记得吗? 文姬答, 再往昔, 先君赐予妾四千余卷书, 天下惨遭涂炭, 妾在战乱中颠沛流离, 藏书皆以王毅殆尽, 今天所能激送者, 仅剩下四百余篇曹操说, 我现在让十位超书吏, 跟随夫人, 抄下这些篇章文姬答, 切听说, 男女有别, 礼不亲授, 恳请丞相赐予之笔, 且当用真, 曹, 亲自抄写一遍文姬将所记得家中藏书, 善谢一遍宋语曹操, 语言文对比并无喘悟遗漏, 文姬痛道遭逢乱世, 佳人离散, 悲愤哀思写下诗章二篇, 内容如下, 汉记诗犬柄, 董卓乱天长, 治愈图窜世, 先害朱贤良, 逼迫亲旧邦, 拥主已自强, 海内星一诗, 与共讨不祥, 卓中来东下, 金甲要日光, 平土人脆弱, 来宾接胡枪, 列以为诚意, 所向西破王, 斩杀吴杰宜, 诗海相称俱, 马鞭玄南投, 马后再妇女, 长驱西入关, 迥路贤切卓, 还顾秒明明, 干皮为烂斧, 所略有万计, 不得令囤聚, 或有骨肉聚, 欲言不敢语, 时已继为奸, 折言必将鲁, 要当已庭任, 我曹不活辱, 岂父惜性命, 不堪其力骂, 或便家垂障, 毒痛参病下, 但则好气行, 夜则悲银作, 欲死不能得, 欲生无益可, 比仓者何孤, 乃遭此恶祸, 边荒与华裔, 人俗少一礼, 处所都双雪, 湖风春夏起, 偏偏吹我衣, 速速入我耳, 赶时念父母, 哀叹无穷矣, 有客从外来, 闻之常欢喜, 迎问其消息, 折腹飞香礼, 邂后绞食院, 骨肉来迎几, 挤得资解免, 当父亲儿子, 天署坠人心, 念别无会期, 存亡永乖格, 不人语之词, 而前抱我井, 问母欲何知, 人眼母当去, 岂父有还时, 阿母常人策, 今何更不辞, 我尚未成人, 奈何不顾思, 见此崩武内, 恍惚生狂痴, 好气手抚摸, 当发复回仪, 兼有同十倍, 相送告离别, 目我独得归, 哀叫声催裂, 满为力齿除, 车为不转折, 观者皆虚心, 行路易乌业, 去去歌情练, 传争日霞脉, 拥有三千里, 何时付交汇, 念我出父子, 兄义为摧拜, 既至佳人尽, 又父无中外, 成锅为山林, 亭语生惊爱, 白骨不知谁, 纵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生, 豺狼好且废, 穷穷对孤井, 达诈弥干肺, 登高远眺望, 浑神忽飞逝, 眼若寿命尽, 旁人相宽大, 为父强世息, 虽生何辽赖, 脱命于心人, 劫心自蓄力, 琉璃成笔剑, 长孔付捐费, 人生几何时, 怀佑中年岁, 第二篇诗章, 激博护兮, 遭事患宗族舔兮门护丹, 身之绿兮入兮关, 力显祖兮之枪满, 山谷秒兮入漫漫, 眷冬顾兮淡悲叹, 明当寝兮不能安, 即当时兮不能参, 长流替兮自不干, 博智其兮念死难, 虽狗活兮无形岩, 唯比方兮远阳京, 阴气宁兮雪下陵, 沙漠雍兮陈明明, 游草木兮春不容, 人似琴兮石臭兴, 颜兜离兮撞兮, 岁玉木兮石脉争, 燕幽长兮进门揪, 不能媚兮起平营, 灯胡殿兮林广亭, 悬鱼河兮音乐兴, 北风丽兮宋玲, 胡家洞兮编马鸣, 孤雁归兮生莺莺, 月人兮兮弹琴争, 音象河兮悲且轻, 新土思兮修奋盈, 玉书气兮孔比兢, 海埃叶兮替粘景, 佳济莹兮当归宁, 临长鹿兮捐所生, 而呼母兮好诗生, 我颜耳兮不忍听, 追尺我兮走穷球, 顿赴起兮悔言行, 还顾之兮破人情, 心达局兮死复生, 助蔡文基师章不作之字翻译, 赞字如下, 端操有踪, 悠闲有柔, 驱鸣锋利, 招我管头。